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呀?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那我們今天要討論的問題是關於 兒童和青少年 相信大家如果是家裡有小朋友的 都有種的感覺或者經驗 現在的青少年跟我們以前做小朋友的時候 其實是很不同的 通常他覺得現在的人 好像比我們小時候 是聰明一點,聰明一點 也有一個很常見的特徵 現在的青少年是很有自己主見的 客氣一點說 要不然就很容易拼口拼舌 不是很聽愛知的 如果有機會大家去原來 去自己的小朋友的學校裏面看 你會發現他們的同班同學 都是這樣的,很多嘴 就不是說好像我們以前 做一個學生的時代 小時候很乖乖 很怕先生,很怕老師 當然我們有很多解釋 因為始終現在的 小朋友的家長都是比較開放的 很多時候是用引渡 比我們以前的爸爸媽媽 照顧我們很不同 我也都知道很多家長 有了小朋友之後 都會很刻意去修讀 一些怎樣去照顧學的小朋友 和心理方面 但是我也都看到一個很普遍的問題 尤其是現時的中國方面 因為現在的小朋友 很多家庭都可能只有一個小朋友 很多時候你會看到 這個小朋友在成長的過程 有很多家長會很重他們 包括爸爸媽媽 還有祖父祖母 差不多每個小朋友 起碼有六個成人 是很重他們的 所以你看到很多兒童的問題 也都出現了 大家可能在傳媒 都聽到很多報道 現在有些兒童的問題 例如高度會約 或者學習能力的問題 或者有些所謂叫做侵擊性行為 可能會比較多 也都有一種幾嚴重的問題 所謂自閉症 在加州的治療 差不多167個小朋友 已經有過都可以歸屬為 這類的自閉症 所以兒童是一個社會 未來的主人翁 兒童的成長的過程 和將來他會變成怎樣 一個人 對我們相信很多人 很多家長都很關注 今晚我們很高興 請到Joanne去學習 我知道今天在大學裡 已經講了三個小時的talk 所以很辛苦 都幫我們來應用 和我們分享一下 她這方面的心得 Joanne她自己是畢業 在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系 跟著去英國利物浦大學 就拿了偵測心理學的碩士學位 她現在工作都是一位 在臨床心理學那方面工作 她除了她自己工作 她也在進修她的博士學位 她剛剛我們聊起來 她也說了她近年的工作 也包括在監獄裏面 去認識青線搖犯 亦都希望對她們 有一些正面一點 正向一點的心理方面的研究 和一些輔導 但今晚Joanne會和我們討論的範疇 就不是說那些犯罪心理學 不是說那些青少年犯罪 是說我們現代的 新時代的兒童 有一種新的名詞 我們開始會看到 有一組的兒童 可以說是有些特性 有些特別的特徵 亦都開始用一些新的形容詞 當我們說這是一種叫深藍的兒童 indigo children 或者水晶的兒童 相信可能有些人都未聽過 這個什麼叫深藍的兒童 什麼叫水晶的兒童 或者我們請Joanne 先在這方面 和我們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今晚幫我 除了我自己之外 也有Custin Show 也有Custin Show Custin Show 前幾次都跟我們說過 關於蜜田圈那方面 她自己對超自然的 她一直都很有興趣 以及研究了很多兒童 好 為甚麼我們先 多謝Joanne 這麼辛苦 謝謝 和我們今晚來分享這個題目 什麼叫做深藍的兒童呢 什麼叫深藍的兒童呢 在講這個問題之前 我又想問一下在座各位 你覺得現在的世界是怎樣 Custin或者袁醫生 可以 可以 我會覺得現在的世界 處於一個 其實也有一個很混亂的狀態 也是一個 整個人類的一個 進化提升的一個 一個時機 因為 看回我們這麼多千年的歷史 其實我們近這一百年 相比之前那幾千年 是發展 以至發生的事情 是我們這一代 可以用瘋來形容的 明白 你呢 袁醫生你覺得呢? 我們一個很明顯 就是今時今日的 資訊發達都很快 那一般人呢 每日接收的資訊 可以說是多到 大部分人都處理得不到的 那我相信 十文仔在這個環境裡面 是需要一種特別的 所謂應付的方法 很多成年人 都有時候都覺得 現代的生活 雖然很多方面都很方便 但是始終呢 感覺上壓力的方面都會比較大的 小朋友是否有同樣的感受呢? 是 有沒有同樣的感受呢? 其實 當然 那個 環境都比較大壓力 但是我其實呢 想帶出一個問題 其實想問多你一個問題 就是 如果呢 即是在這個世界面前 現在全世界人在你面前 如果你想跟他講一句話的話 你會想跟他講什麼? 我們走錯了 OK 好 你呢 原醫生 一句話 給你一個機會 一句話 你會說什麼? 什麼都可以 不用擔心 啊 這個地球可以變得更好 可以變得更好 好的 好的 我的話呢 我自己說一句話 我自己呢 就會跟他說 你醒一下吧 這樣 對了 你醒一下吧 那其實呢 這個 這樣的感覺呢 即是 叫人們醒你變 那其實是一個 很大的特質來的 就是 INDEGO是一堆什麼的 我叫靈魂 有些特質就是 它是來幫我們去改變 去打垮一些比較corrupt的 即是一些 愚複一些 或者已經不健康的system 最大的soul purpose 就是這樣 那在我講INDEGO之前 或者深男兒童 或者有些人講電男兒童 那之前我要講少少 想問一下你們 你知不知什麼叫light worker 因為由這裡講起 會容易明白些 我知道 我清楚知道的 嗯 嗯 好 你又 特別在台灣 他們已經是 在New Age的概念 他們走得早 過香港很多 是的 其實很多書 或者網站 已經有關於light worker 的資料 還有一些 即是已經翻譯了一些 中文的網站 嗯 但本來這件事 我知道是來自於 最主要New Age的思想 或者很多書 其實都是來自於美國 美國先的 嗯 明白 OK 或者light worker 那個中文名叫 光行者 有人譯 其實呢 回來說 不是每一個人都是light worker 全人類 有個說法就是 每一個人都有個人的 mission 個人的使命 那些都是一樣的 就是下來做什麼呢 就是記得 什麼是love 以及記得自己是誰 而light worker呢 除了這個 個人的使命之外 還有一個 我們叫做global mission 一個大一點的 整體的使命 剛才袁醫生說的 又或者Custin 你說的 都是牽涉了一個大一點的使命 是想地球好一點的 那麼 這一堆light worker 是有一個 使命是想他離開這個地球之前 這個世界是比現在好的 有一個這樣的 mission 有一個這樣的使命 那麼他的使命是想去 告訴別人聽 什麼是love 或者是教人 或者傳遞這些信息 什麼是love 還有 儘量去散佈一些光 或者愛 在這個世界裡 嗯 那麼 有些 如果你是一個light worker 你去feel一下 當我說的時候 你去感受一下 究竟你是不是 因為我不可以告訴你 是不是 你要他感受 那就是 嗯 Line worker 通常有一個特徵 就是從小到大 都覺得自己 跟其他人是不同一點的 好像 搭錯車 下來地球那樣 其實我是 從小到大 都有這種感覺 嗯 那個感覺是會怎樣的呢 其實平先生 初初是覺得 可能是自己的 Eagle 作祟 嗯 但是後來是 是想得久了 發覺這是一種很深層的東西 是 是 很小時候已經覺得 會覺得 我下來這個地球 我有個任務 就是令到這個地方 是完全改變 或者 就算我改變不了 改變不了也好 在我死之前 可以好一點 是 因為好一點 有做過一些事情 是 很強烈的一種感覺 OK 好好好 那 袁醫生有沒有一些 情況出現 有沒有覺得自己 從小到大有些不同的 我很小時候 都有一個很 怪的感覺 嗯 就是要 要 要搞好這個地球 啊 明白 很明顯 我再問 董勝說的時候 不是小孩子 不是七八歲 差不多初中的時候 都有一些這樣的 不知道為什麼 腦子會在我那邊臨 為什麼地球那麼多問題 人類能否有博愛 博愛 這是人類的 有沒有這樣的能力 一直都有的 也有一種盲目的 來追求所謂真理 這個世界有沒有真理 有又怎樣 沒有又怎樣 這個都 這個是我中學的時候 開始有這種 這樣的衝勁 明白 但是 現在的身分仔 我都不太覺得 現在的小朋友 不是很習慣 有這些 很多身分仔都是很 很自我 有時候都很難照顧他們 他們也都很沉迷於 電腦遊戲 所以你剛才所說的那種 的特質 是否一般人 是否在他日常生活中 或者他自己的小朋友 是否很容易觀察得到 這個 是否很普遍 其實未必是你觀察得到的 因為你剛才說得對 有很多青少年都在沉迷 可能上網打遊戲 其實可能已經是一個外在的 他的行動 去掩蓋了一些 他不知道怎樣處理的情感 我們稍後會說 是 我再想問多一點 我想你去感受 或者是感受 Light Worker的心態是怎樣 有沒有想過 小時候 看著一天 什麼時候接我回去 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什麼時候才可以走掉 我想最強烈 我說我的經驗就是 可能是 四五歲左右 當我突然間是 有一晚 我當時還在大陸的時候 是可以看到 整個天 是數不準的星 真的是一個星空 那時候是 每一次看到的時候 很強烈的感覺 我就覺得 我住在這個地方 其實就不是我家 我看著星空的時候 我回去覺得 啊 上面就是我家 那種感覺是很強烈 而且會覺得 為什麼我這麼小 我都會想這些事情 但是這種事情一直在潛在裡面 直到 大過了 開始接觸了 關於一些 這些上的資料 反而我才會覺得 是呀 原來是這樣的 是呀 都有試過很多的情況 小時候 假裝正常 假裝fit-in 不成功 通常就不成功 有個說法 其實就是 好像 當你在天上面的時候 可能有人要recruit 請人下來去Earth 救命 然後 你可能就說 嗯 不想下來 因為 上次我下來的時候 那些人說我是 無婆 無佬 然後笑死了我 那些人不是很nice 我不下來 可不可以變人家 spirit guide 那樣 怎知道 那個recruitment officer 上面那個 說 不行呀 現在的人 不聽spirit guide 說的 你一定要在一個 human form 一個人的 驅體裡 你告訴他 直接做些事情 告訴他 他才會聽你說話 所以 有一堆 我們叫lightworker的人 出現了 尤其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就突然多了很多 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 很大的hatred 很大的憎恨 在那裡 那些人就 可能是祈禱 說 可不可以多些人來幫我們 這樣 會 有多了lightworker的情況出來 如果你想知道 自己不是一個lightworker 你要感受一下 你有沒有一個global mission 你想個世界好一點的 又或者你從小到大 想回你的我的志願 那會不會 都是跟healing 就是醫人有關 又或者是 教人有關 可能是 教人家 怎樣 和平一點 共處 又或者是 總之跟幫人有關 那這個特質 就是lightworker 最大的特質 那我一會講的 indigo crystal 或者 甚至 rainbow 如果有時間 我們講 都是在lightworker裡面的一個大廊裡面 他們都是lightworker之一 但是就有某一些特質出現 這個就留意了 就是lightworker 你剛才所講的 應該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的 不是 自古以來都有的 都有的 是的 很久之前已經有 Atlantis 那時候已經有 去到第二次世界大戰 就 開始 多很多 因為我們需要多些幫助 多一些幫助 的話 就突然 多一些下來 這樣 然後 就開始講 indigo 我想 補充一點 其實在我看的書 無論是 一些 靈性上 或者關於外星上 或者很文明的東西 其實 很多都是 可以支持 周恩說的 就是 lightworker 一直都存在 也都是 在大概 就是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開始 一大堆人 下來 很多時候 他們那個 使命 就是 類似做一個 榜樣 和做一個 一個 意識上的 一個 而改變 整個世界的 氣氛 他們好像一個 很 一個 戰士的角色 去和一些 舊有的 體系 或者一些舊的思想 去做一個 瓦解他的工作 嗯 明白 你可以看到 好像到70年代 例如 戰後那些 lightworkers 差不多都成長了 變得有很多 所謂 嬉皮的 時代 出現 就是 這個差不多 好像突然之間 很多這一類 這種 愛好和平 對地球的 問題 環境的問題 很關注 至乎 你到七年代 都看到 我們所謂的 flower people 那個 era 很多 這些年輕人 出現了 他應該都是 戰後出生 如果是lightworker 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很sensitive 對很多 能量 或者感覺 方面 比較敏感 嗯 ok 然後到 再後期 到70年代 就開始 咦 不行了 世界好像 更差了 一些 更需要多些人 來幫助 有些 system 那些 lightworker 其實是比較 會 是 怎麼說 溫和 一些 他們的態度 不如 Cassen 我問你 你覺得孔子 是不是lightworker 孔子 是不是lightworker 不是 我覺得不是lightworker 那我又反而覺得 他好像有些 散播一些 教育的事情 在那個年代 他需要 去講一些 information 出來 去教導 我的perspective 可能到那麼遠 的時候 已經有些類似 人物出現 在做一些事情 在我角度 我覺得他們 是master 你覺得 再高層次 我也是高層次 明白 ok 再高層次 好 在70年代 開始 世界更加需要幫助 出現了一堆 我們叫indigo 心男兒童 其實心男兒童 待會我講一些特質 你去感受一下 你是不是 如果 是和不是 都不要緊的 你要記住 只不過多一份 understanding 多一份了解 對一些周圍的人 或者你自己多一份了解 我也很想補充 其實 在我剛剛接觸indigo 這個概念的時候 無可厚非 會有一種 自己是 不是 又或者 看下去 好像我自己特別一點的時候 其實很容易 挖起一個 很 ego的問題 會覺得 可能 我又高一級 又或者 他不是 又低一級 又或者 我是不是特別一點 能力 但是 但是 當我發現 越看得越多 其實我覺得 自己無論是否 其實是不重要的 其實我們應該是 很 大圍地這樣看 其實這只是一個現象 而我們不要 label 自己是 或者不是 就是關於一個能力上 一個比較 因為其實這一方面 是不需要比較 是否其實不重要 我們最重要的 內心 其實 是不是想這個世界更好 是 我覺得很同意一點 嗯 好啦 那麼 我剛才都 聽到一個名字 是 Light workers 知道了 有些有心人出現 是 現在說到70年代 有另外一批 所謂Light workers 我們就 感覺到 他有一種 有一類的特徵 所以 我們就叫他 Indical Children 其實 心男的兒童 其實有什麼特徵 我們是可以看得到的呢 特徵啊 如果在一個 氣場方面 就有 某個心理學家 是不是 我可以補充 你補充 在大概 七幾年尾 有一個 其實是 在 應該我記得是 在醫院做的一個 護士 類似的 叫Nancy 她本身是可以看到一些 Aura氣場的 能力 嗯 她突然間發覺 在那個年代 七零 七幾年尾 至八十年代頭 她發覺 很大堆的 小朋友 她的氣場 突然間是一種 深藍色的顏色 這個顏色 對 深藍色的顏色 是代表一些 比較靈性 比較高一點的 一種能量 的氣場 才會有 通常可能是一些 在再之前 可能是一些 比較有修行的人 才會有 她突然間很奇怪 為什麼 一些初生的兒童 都會有 還要是 不是一兩個 是一個很大批 她就發覺 開始有一種 這種人種 開始出現 她就 找越多 她發覺這些 小朋友 很多時候 那個特質 就是她的 記憶力 很厲害 她比一般的小朋友 是比較早熟 而且她的眼睛 你看上去是很靈的 很深沉的感覺 你覺得那個眼睛 看上去 是不像一個小朋友的眼睛 是一種 很成熟 很有智慧的眼神 但是 大家不要想著 純粹 因為氣場 就可以說 肯定了那個小朋友 是不是深藍而同 其實我問過一些 關於拍戲場的照片 的地方 跟那些人去談過 其實那些 氣場的顏色 是因為 因著你當那一刻的 心情 其實都會轉變的 所以那個顏色 就是不可以 絕對是 代表了 那個小朋友 是深藍 或者他不是深藍 其實是給他一個名字 就是 當是一個 name group人的 一個名稱 從哪裡來 就是 某人是看到的氣場 而這堆 這樣的小朋友 有什麼特質呢 剛才說過 lightworker 很sensitive 你去 走進一間房 究竟那個房間 裡面的能量 是開心 還是不開心 可能你有時候 都會感受到 如果你是一個lightworker 或者你和人握手 或者見到一個新的人 你覺得那個人 信不信得過 你會有一個感覺 你去想想一下 這個 這一堆 indigo的小朋友 現在都不小朋友 就是 再sensitive 一些 可能是十倍 那麼sensitive 起碼 sensitive 一個狀態 是painful的 他感受到 我一進房間 之前有人 打過膠 或者罵過膠 我一進去 我是辛苦的 我曾經試過 去過一個地方 我一進房間 是會暈的 因為 他們之前可能 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出來了 而那些意見 是一些能量 那麼 如果你是一個indigo 你會感受到 你的身體 會更加sensitive 會感受到 這些能量 而去到 有某一些indigo 就會去到 painful的狀態 你的意思就是說 在一些情緒上 可能之前 他留下了一些能量 而繼續影響了一些 很sensitive的 所謂的indigo 或者一些很sensitive的人 其實都會有 同一個 現象出現 是 indigo 可能會更深一點 好 那我們就 或者 休息幾分鐘 待會再跟大家 分享一下 除了 很多人說 我又不是Nancy 我又不會看別人的 Aura 他們是否敏感 我又沒有這個能力的話 其實有些是很具體的特徵 小休之後 我們會繼續和大家分享 我們怎麼知道 我們接觸的小朋友 是否有這種 所謂indigo的特徵 好 大家休息一會 陸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 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陸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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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 PI Thai 好 回家 继续我们今晚的讲题 我们今晚的讲题就是新时代儿童 心蓝儿童和水晶儿童 我们刚才嘉宾和主持Custin Joanne都有讲一下 我们怎么知道 心蓝儿童有什么特性 原来早期这个颜色 是因为有一位护士 他有看人家的灵气的能力 他看到有一批小孩 好像是一种蓝色的灵气围绕他们 所以我就有这个字眼出现了 但是在研究这方面的很多心理学家 他们观察到 现时很多这些心蓝儿童 其实有些特征 第一 他们是不能接受没有解释的命令 还有没有什么机会分享他们自己的看法 我相信很多家长都有这种经验 因为今时今时的审蓝儿童 如果你就这样命令他们做事 他们很多时候都真的不接受到 很多家长都很快都学晓到 现在审蓝儿童 你真的要好一点解释 当他大人这样 要解释 我要你这样做 要为什么 好了 第二 他们倾向于 就是反社会和内向的 社会上很多事情 他们可能是不肖的 或者是不太认同的 第三 那学校对于这些心蓝的小孩来说 是非常之困难的 因为班上很多的同学 对他们来说 就是觉得很没什么意思的 就是那些同学好像都不是那么格格不日的 而且他们都很容易知道 而且他们都很容易知道 他们所说 和他们老师所说的 就是他很快已经知道 你没说他 那些小孩已经知道了 所以在学校里面 他们不是真的觉得 要是觉得悶 那很多 我记忆之中很多的家长 都觉得他自己的小孩 需要一些特别的教育 或者要一些所谓的 第四 他们自我价值的意识 是相当之高的 他们感觉自己是皇室的人物 是进入这个世界 第五 他们有很多事情 他就不喜欢做 例如他排队 他们没有那么耐心 没有那么耐性 第六 他们很多时候是制度的破坏者 但是当制度对他们 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时候 他们就会不遵守 这不是代表他们所谓的叛徒 他们自在天生的 有些进步论 他们是要改善他们居住的环境 所以有时候看到 一些事情 他们不预议 他们就不会遵循 第七 你们是没有办法 用威胁的方法 来到令到小朋友有些罪恶感 很快就一声就 突突破你了 我相信很多香港家长 都有这样的经验 第八 如果你要令他们改变的行为 唯一希望 用一些初协商的方法 来解决 就要他们帮忙 硬利就一定不行了 就是身份上比较平等些 当朋友上的聊天 或者帮助 是的 好了 第九 他们以为 来到这里 是他们的 即这个地球 是他们的权利 也都 可以说给他妈妈妈妈 他们需要些什么 第十 他们是拥有高度的感应 和直觉力 我刚才所说的 他也有很多是 幼腦的特征 例如好像艺术家 音乐家 和作家 有些很特异的 这方面的能力很高 第十一 他们具有非常聪明的倾向 十二 他们倾向于 表现一般 由于传统训练的医生 以他们的方法 诊断出来 就是说他们的 那个专注力 是有障碍 即是坐不定 刚才那十二个特征 我相信很多香港家长 一听到都有 会心微笑 都有一种认同 这个就是我们在很多心理学家 在这方面的研究 是看到出来的特征 好了 Joanne 你觉得 这个是一般生物体 都是的 都可以说很容易认同到 即都可以解释到 真是很可能 这个地球上 是有很多 所谓 深蓝的儿童出现了 还有什么其他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 他们真的与 与我们一般人所想的 是会不同的呢 是 这样看 如果你刚才说的 十几个特征 如果有了 都未必代表 你真的 如果你没有了 也未必代表 你不是 其实 有一个 精髓 是什么呢 其实这些 深蓝儿童 来这个地球 有一个 我们叫 warrior spirit 即是一个 战事的特质 来的 group soul purpose 即是一个群体的目的 这一班人来到 是什么目的 就是去改变一些 malfunctioning 即是有一些 不太好的机制 或者旧的system 旧的系统 所以 整堆 indigo 那些 soul purpose 那些目的 来做什么呢 就是去 拿走 旧有的 energy 旧有这些 靠 鬥争 不是你死啊 我忙 那些 能量 它要拿走它 靠 贪念 又或者是 靠 去帮助这个地球 有一个转变 这些人呢 70年代尾 突然间有一大堆 出来的 如果你不是70年代尾 出生的 未必你不是的 因为有一些 我们叫探子 在70年代尾 之前 出现了一点 indigo 你探一下路 现在地球 可不可以 我们进驱呢 那些人 如果ok 70年代尾 这时候 突然间有一大堆的人 到80年代 我有点想补充 我看过一本书 他都 类似 大家都可能看了一本 但是 他说 之前 其实一直都有 这些 叫做 lightworker 或者indigo 在更早 几十年前 甚至是几百年前 他说到最主要的分别 就是说 可能再做一批 那一班 就有些目的 除了探子之外 可能有很多目的的灵魂 其实是 在于自己的 是服务自己的 而 七几年之后 这一大批的 那种集体的 意识 或者使命感 是他们很强烈 一起合作 去帮助地球 或者人类社会的进化 是 是 那我们都是平衡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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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 那些 那些 呢 由于 不如我們合作,我們用manifest的方法 我想你們有聽過吸引力法則,又或者心想事成那些東西 不用鬥的,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拿到自己的東西 靠manifestation 或者我們不如不要鬥,我們affirm 大家都會拿到大家要擁有的東西 類似這些,靠合作來改變這個世界 bring in 這些 energy 他們有一個很有趣的特質 就是他們好像裡面有一個truth detector 好像一個人欲測方機一樣 你跟他說謊,他一定會知道 你都不用扮什麼門面花巧的東西 你還沒說,他已經知道你想說謊 這個其實是他有一個,我們叫他能量的特質是什麼呢? 就是要誠實和誠實和誠實 他要誠實出來的 如果他,lightworker不是indigo 但是有一個global mission 去令世界更好的人 他是sensitive 但是他有一個能力 是叫disassociation 就是將自己分離出來 將自己和情感抽離出來 但是這些indigo是不行的 那麼lightworker 為什麼有一個抽離的特質呢? 就是將情感抽離呢? 是有作用的 因為他們來的時候 是一大批在第二次世界大人戰的時候來 那時候的energy是很差很差的 如果是你攝入那個狀態的話 你不抽離的話 你會很辛苦 可能已經自殺死了 但是這些indigo 來bring in change 他差不多來不了 當一些不真實的東西出現的時候 他就很自動地很滾 很生氣很生氣的狀態 他會覺得很不舒服 他不說到自己的truth出來 就很不舒服 那麼這個是另外一個特質 他一定要是一個誠實 和一個真實的狀態呢 才可以生活到 他不可以抽離的 那麼他們呢 如果你對他們說謊 他不理你是什麼身份 你是校工也好 你是校長也好 他都會不再尊重你的 他不理Title 那麼他沒有這個身份的階級的觀念 總之 誰值得我去尊敬 無關Title的事 只是那個人肯不肯說事實 又或者本質的問題 是的 本質的問題 究竟這個人是truth不truthful 真不真實的呢 不真實的那些 永遠都得不到他的respect 就是寧願尊重一個真小人 都看不起一個危君子 是的 很多都會是這樣的情況 還有呢 還有呢 有些什麼特質呢 就是 剛才呢 袁醫生你也說到 有一些青少年呢 可能 會沉迷了一些打機 其實呢 是一些用外在的行為 去蓋住了 一些內在的情緒 這一堆Inegal 內在的情緒 比較多是Anger 即是憤怒的狀態 那你可能見到呢 那你可能見到呢 外國呢 有一些 那些小孩子呢 拿一些槍回學校 放下 那些同學那些 就是他不懂得怎樣 處理那個Anger 他不懂得怎樣 處理那個憤怒的狀態 有另外一些 沒有那麼極端的 可能就是 濫用藥物 可能去Narkotize 即是去麻醉自己的情感 因為他不懂怎樣處理 那有另外一些 在Mile少少少的 沒有那麼嚴重的 那就是打一下機 打一下暴力的遊戲 去發洩了那個憤怒出來 那作為父母 或者Light Worker 可以做些什麼呢 Light Worker Supposed 大過少少的 那些Light Worker 已經存在在地球上 多少少的日子 知道怎樣可以 處理這些負面情緒 多一些 這些憤怒狀態 多一些 譬如說他對過 世界不滿的 有很多 覺得一些系統 是 譬如說 生果禁之前 那些無緣無故搞舊的政策 出來做什麼呢 那可能有些 不滿了 那不滿呢 有一些不懂處理的 可能走去 打技 抗議 抗議 抗議都很好 已經很正 合法地抗議 已經是一個 很好的渠道去發洩 他的 暴力 又或者是 去 嘗試去做出一些改變 又或者 如果你是一個 Light Worker 你看到那個 一見到 生果金的 譬如生果金的事件 已經很生氣 你可以建議他一些 constructive 有建設性的方法 去處理他的 譬如說 寫信去給一些 editor 又或者是 做一些 或者是 painting 有些畫畫 去 去 書發一下 這些都是其中一些渠道 這個就是 我們 如果是 一些 大一點的人 又或者是 Light Worker 可以做到 或者是父母可以做到的事 可以幫助到 這些小朋友的事 不過其實 有很多 如果70年代 都不是小朋友 都二十幾三十歲 其實這樣 另外 你有說到 有些專注力的問題 其實有很多 indigo 都被誤診為 ADD 就是過動症 或ADHD 過度匯一症 那些 不排除 有些小朋友 真的有 這樣的情況 但是 有時候 被誤診的情況 也都會 出現 說回 為什麼 有某些小朋友 專注力比較低 或者經常動 其實 當你有壓力 或者你感受到 一個壓力的時候 身體裡面 有些荷爾蒙會產生 或者 neurotransmitter 神經傳遞系統 裡面的一些物質 會產生 通常會在肚子的範圍活動 如何打散這些物質 就是動一下你的身體 動一下你的身體 動一下你的身體 可以將那些荷爾蒙 可以流走 你當可以拆散它 不講到那麼複雜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身體有需要 還是不斷搖 其實它有個身體上的需要 他 說回來 Indigo 是比較sensitive 的 他一感覺到 有些 stress 的情況 可能 有那些 物質出現 它想搖動一下 移動一下自己 去打散一下 一些身體裡面出現的物質 有個說法就是這樣 所以 可能它動有這個原因 它感覺到 stress 有一個壓力 有一個壓力 另外 他們就會 Indigo 另外有一個情況就是 發現有很多家長 過動症 或者ADHD 的小朋友家長 有些人去那些小朋友的家裡 去看看 看看他們的 書房 或者睡房 是怎樣的 發現原來 顏色 是很鮮艷 又或者是很 即是鮮紅 鮮藍 是一些很 vibrant 即是很有動感的 顏色 更加刺激到 一些 如果是被不診的小朋友 更加刺激到 那些小朋友 那些 感覺 情感 更多一些 我都看到 一些資料 他們本身對 光 或者對 一些 能量上的東西 無論是一些 叫做水晶 甚至 磁場 一些 總之關於任何 一些 影響到他 第六感 或者一些 特別一點的 能量的地方 他們都很 即是很 sensitive 他們很容易影響到 他自己覺得不舒服 或者覺得 應該 離開那個地方 是 有什麼可以幫到他 如果你作為一個家長 可能 你把小朋友的 睡房 顏色變成 我們叫做 比較安撫 一些 淡 一些 暖 一些 淡 淡 淡 一些 淡 一些 淡 一些 淡 淡 一些 淡 一些 都是大紅大紫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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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 不是那些房間 我看到幼稚園 或者一些 playgroup 給一些 小朋友放學去的地方 都是一些很鮮艷的地方 你可以有顏色 但就不太 螢光 那些 還有 擺那些 公仔 有很多時間 看到 五層的 那些 Inigo 通常那個睡房裡面 放了很多怪獸 那些 超人 比較 暴力一點 一些 玩具 如果你想幫助 小朋友 可能放一些 柔軟的 玩具 會好些 天然 不要那麼刺激 不要那麼人造物料 甚至是敏感 是啊 它有一個 其實都很重要的 就是對人造色素 他們是很敏感的 Inigo 有一個實驗做過 你放一堆 小朋友 吃一些曲奇餅 就沒有人造色素 另外一堆 小朋友 就吃一些 又加了 很少很少人造色素的曲奇餅 是 Inigo 的話 立即會有反應 有敏感的反應 這樣的現象 會出現 所以如果是 想幫助這些小朋友 可能 你就需要 留意一下他的飲食 都要去 認真地去看看 還有糖分 對 例如我看過資料 裡面有一小部分 就是Inigo 其實他們對一些 環境 一些污染 一些食物 他們本身 人生得 好像要教育父母 我應該吃些什麼好 或者我的環境 是怎樣的 因為 本身 父母也不知道 是怎樣的 因為 他的小朋友 對這些 不好的物質 或者不好的環境 很敏感 反而令社會 氣候 或者父母 去 注意了這些 所謂健康的 生活模式 或者 注意了這一方面的 知識 所以我 單方面 我覺得 他們有時候 生得 體質 這麼敏感 有一個正面的一種能力 令到這個世界 留意多些 向這個方向去走 我們地球的污染 物質 越來越多 當然 你剛才說的邏輯 很多大人 對這方面 可能引述力很高 所以都不以為言 都不會去做些事情 當然 很多人 感覺到 香港空氣的污染質素 令到很多人都要離開 尤其有很多外籍人士 習慣這些空氣清新的城市 居住 來到香港 很多時候發現 家裡的小朋友 這些特別多病 也知道 真的有些 外籍來香港工作的人 是因為這個污染問題 來離開香港 好了 如剛才的邏輯 如果很多人 還未察覺的話 我們地球上 就來了一大批 很多敏感的 小朋友 我們就要我們的大人 要正視這個問題 事實上 我們真的可以體現得到 現在的小孩子 在某個程度上 需要我們照顧的層面 是很不同的 我相信很多的 今時今日的家長 都在這方面 都盡很大努力 在我自己的工作裏面 我都處理過很多 一些 一般所謂自閉症 過度活躍 或者是暴力行為 那些生物 其實都幾多 當然在醫學上 在治療裡面 也有另一種解釋 因為我們疫苗注射 那方面 很多針 都含有很多 有毒素的物質 譬如尤其是水銀 水銀是劇毒 所以人類 地球上 所自然能夠出現的毒物 是最厲害的 而我們呢 在我們的十分仔 初生嬰兒的期間 在他的所謂免疫能力 未成熟 我們打完很多 這些充滿毒素的疫苗 是破壞很多 十分仔的腦袋成長 所以這個是在醫學界 尤其在自然醫療裡面 經常都有這種爭議 當然在西醫學界 進行打針的醫生 就說不是 我們沒有足夠科學的證實 而事實上 現時 已經越來越多 科學的研究 已經證實了 其實很多這些 大量性的打針 在一個小朋友 在兩歲以下的小朋友 他們的免疫能力 未成熟之下 在打針對他們 是很大的破壞 我想補充一點 除了我剛才提過的 人造色素 我剛才說 其實有些防腐劑 又或者其他的化學物質 甚至是香水 他們都會很敏感 這些都要留意 如果你的小朋友 你施疑 又或者疑似 你要給一個很自然的環境 一個很自然的 沒有人工成份不際的環境 就會最幫到他們 因為他們是你的 我叫做Answered Prayer 是你叫他們來 幫你去改變這個制度 或者 break down 一個舊有的系統 而你是用很多藥物去 按住他的情感的話 其實他們來 是沒有了那個作用 這個就要留意一下 我們經常都說 我們大人 其實都可以向很多小朋友學習 這個很可能是 我們現時的小朋友 是帶來給我們的大人 家長 是一個很好的學習的機會 其實我們今天想討論的地方 其實除了一個深藍兒童 還有一個水晶兒童 但是因為我們時間很快 一個小時很快就過了 所以我們就會下個星期 會繼續這個題目 如果大家在這方面 有認識或者有興趣的 可以多些寫信給我們 我們會多些邀請這方面的討論 好了 暫時時間關係 我們就先說真拜拜 下個星期大家再同家談談 多謝嘉賓 拜拜